哈喽兄弟们 我是刘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宾馆拆包裹的第二弹 这么无良的系列居然也拍到了第二弹 主要是因为我经常出差 以后说不定这种宾馆拆包裹系列 会成为我的一个特色 也说不定 那么先来看一下我这一次住的破宾馆 还是比较大的 大家一看到这个双床房肯定是满头的问号 刘哥你一个人住 为什么要住这种双床房呢 这边作为一个经常出差的老司机 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下了 首先第一点 双床房比起大床房价格相对来说会便宜一点 第二点也是最关键的 大家想一下 大床房两个人睡为主 那么两个人睡他们会干什么呢 哎呦一想到大床房发生的一切 我就不寒而栗 感到非常的恶心 所以说奉劝各位经常出差的兄弟姐妹们 如果你是一个人出差 没有什么特殊癖好的话 我个人强烈推荐双床房 因为这代表了纯洁 代表了干净啊 好了 进入今天的主题 拆包环节 一大一小两个箱子 大家能够猜到这两个箱子中 装的是什么东西吗 嗯 肯定猜不到 弹幕你们说说看 肯定猜不到了 好 我们先来猜一下这个小的 大的你给我走开 好吧 这个小的箱子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来揭晓他神秘的面纱 一二三 没错 第一个并不是玩具 而是这款来自大江灵谋的 这个专门手机用的一个手持稳定器 我经常用手机来拍视频 出个外景啊 或者说是记录一下家庭的生活 记录一下我的孩子 也是很不错的 会买这个东西 主要是因为这一次我去上海的WF展 看到涛哥啊 在用这种东西来做直播 非常的方便 那么我以为他应该要个两三千块钱 结果一问之下 他说就几百块钱 那么我上网搜了一下 也是几百块 很便宜 感觉可以入手买一个啊 就把它给拿下了 那么来看一下 它的内部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么内包方面呢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很奇怪的盒子 是一个黑色的塑料泡沫 这边写的大浆 对吧 这边有三份的说明书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内部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非常简单 真的非常简单 就像一个工具箱一样 这边是充电线 这边还有个干燥剂啊 干燥剂没用 那么拿出来来看一下 这个手机云台的一些细节 怎么软啪啪的 好像是要装一个什么手机APP 才能够正常的使用吧 这边是它的电源键 我们来按一下 没什么电了 可能要充电充一下 打开一下 那么有很多的功能 这个目前为止 还没有连接它的手机APP 所以说无法来演示啊 这个还要花点时间 来顺便看一下 这个简单的细节 很简单 对不对 这个颜色是一个灰色的 我个人感觉 如果是黑色的话 好像更想高大上一点吧 这个颜色感觉很塑料感 对不对 然后表面是这种 有一点点磨砂的 类肤质的感觉 摸起来也还凑合 也还凑合 这边你看 是充电的地方 然后后方我记得 我也看视频啊 这边好像是 可以给手机来充电 充当一个 就是这个什么充电宝的一样的 好像整个的一个 它的电池容量 是一万多毫安时啊 所以说平时使用 十几个小时 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但是我目前还没有对它太多的研究 所以这个呢 毕竟是在宾馆拆包嘛 不能够给大家做太多的演示 这个东西啊 等我后面研究好了之后 再来使用吧 OK 那么这个第一个环节 我们就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拆这个大的包裹 这个呢 是两个变形金刚兄弟们 你们能够猜得到是什么东西吗 给你们三秒钟 三二一弹幕刷出来来看一下 能不能够猜得到 好了 不卖关子了 赶紧拆开给兄弟们看一下 哈哈哈哈 我最为期待的两款玩具就是 你看 SS系列的这款L级的眩晕 那么另外一个跟它包装一模一样大的 就是L级的钢索了 这两款玩具是我最为期待的SS系列 赶紧拆不住了 拆开给兄弟们看一下 好的 那么两款我最为期待的SS系列的L级的玩具 就已经放在我的面前了 这边编号写着07跟08对不对 7878 好 我们来看一下盒子方面到底是有多大 这边拿出一个比较矮胖的矿泉水 可以看到L级别毕竟还是比较巨大的 对不对 巨大空的福音啊 那么来看一下 这一次我买的是一个国行的3C版 来看一下它的狗皮膏药 果然在这边是有的 顺便来看一下它的背面长什么样子 等了11年第一个出场的真人电影系的一个人物 我们的眩晕终于有了新的模具 真的是非常期待 那这边钢索呢就更为期待了 这一次这个涂装方面真的是亮瞎我们的狗眼了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它是哪一个生产的地方 这边你看3C狗皮膏药 这边生产的长指是越南 闭上村 闭上村非常牛逼的一个生产的一个长指 对不对 有闭上村的东西啊都是非常有质量的保障的 总是给我们惊喜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我现在已经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 你看这边闭上村啊非常调皮 还把这个钢索的脚啊给您弯在一边 这个样子放 这个绝对是闭上村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惊喜 好嘞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领略一下闭上村给我们的一个惊喜吧 好的兄弟们 两个主角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这款L级别的眩晕 其实高度方面还真的有点让我大跌眼镜啊 居然矮了这么多 你看这两个是L级别吗 这个还可以接受啊 基本上达到了二十二三公分左右吧 这个如果只以头部来算 可能就十七八公分 相当于是一个V级别的玩具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眩晕啊 十一年了 终于等来了一个新的母具啊 这款眩晕的人形方面正面 我觉得做的还是很漂亮的 颜色方面 这种灰色看起来这种塑胶的感觉 水波纹的控制 避上村嘛 毕竟还是做的非常棒的 我以后只认毕上村的玩具啊 做的是真的是惊喜连连 对不对 那么背面这边螺旋桨 整个被挂的模式呢 也是很还原电影的 整体来说 这款玩具我觉得 就是太轻了 就是太轻了 还有肩膀位置这边 卡扣好像特别容易松脱 这点我就不知道 到底要怎么去解决了 这个是第一款 然后呢 底下还有它的小蝎子 这个小蝎子你看 细节做的也还可以啊 也还可以啊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更为喜欢的 钢索大人 你看这个人形 哇 真的像是从电影中走出来的 虽然如果你细看的话 可能在现在目前 你看不太出来吧兄弟们 毕竟在宾馆之中灯光比较昏暗 但是兄弟们看一看 真的是目前最还原的 而且它的涂装表面啊 有很多这种做旧干扫啊 闭上村的这些 做工方面绝对让你放心 对不对 做得非常棒 太棒了 好感动啊 好感动啊 然后背后还有个屁帘 这个屁帘的话 软胶的啊 软胶的不用担心扎伤小孩的这个手 官方也是完美的考虑到了 然后呢 各种的偷胶方面 减轻玩具的重量 还有缩胶等等的问题 让你把玩这款玩具 不费太大的力 然后呢 玩具也可以保存的更久 松紧度方面 膝盖有点松也是嘛 松松松松松 你玩久了之后 紧的玩具玩久之后也会松的 对不对 它官方一开始就给你搞成比较的松 所以说呢 玩了十年之后 还是这么松 一点都没有改变 官方还是很了解我的 OK 那么这两款玩具呢 我事后肯定都会再去做视频的 目前只是给你们 简单的拆包一下 OK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 喜欢我视频的话 记住点击订阅 还有关注 还有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 留歌魔玩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上来私信我 我都回复的 那么兄弟们 现在凌晨一点多钟了 我该睡觉了 不对 开剪辑视频了 那么兄弟们 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每一次住宾馆 都要给你这个 太小看我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